这家张州辣盐机是最近新开的 也起了不少主播在这边推广 这个大拨真的有好多盐啊 他们用的是山林泛养的两斤多的黑角机 请了这几个18线网红 居然没有请过这个大逼 我要自费的来去尝试一下 买了半份的辣盐鸡 还有半份的盐鸡纯淡 讲真这个辣盐鸡 我觉得确实很软 它就是很香香的味道 然后有很鲜嫩的味道 然后还配上它那个特制的酱料 这味道还可以哦 这味道就烟熏了嘛 对有点烟熏味 它就没有很辣 这个辣椅觉得盐鸡的味道并没有很多 不跟普通水煮的盐鸢蛋差不多 盐鸢蛋是被称为天然好鸡头 然后女孩子多缺点对身体有好处 黑小的鸡只有减一张鸡的鸡颜色都是这样的这个颜色 然后鸡腿也是最新鲜的碎 而且除了鸡腿我在这个里面还发现了像它的内脏 心跟肝脏 一般的店内脏都是单独另外卖的 从长渣回来后回没在那边多吃一点的臭豆腐 今天试一下外面喝的一家 带着臭豆腐我们来到了翠春丰 是张宗的一个奶茶品牌 我也是第一次 这边展示是他们用的净化水 我觉得这还可以啊 红了 红了 红吗 还可以 嘴子怎么样 很厉害 接下来让我这个有去过长沙的人来品鉴一下 这方面的臭豆腐好几种 它那边的臭豆腐好几种 除了长沙臭豆腐它也有少许臭豆腐 但是我们少许别在哪 半个 我觉得还可以啊 它用这个切开的 跟长沙蛮像的 但是外皮没有那么多 长沙就是这样的 也是糖这么多啊 汤没有那么多 它是那个 口感差不多 里面会更嫩啊 里面它的臭豆腐是嫩的 嗯 第二个意思 值得这么多啊 像阳光那么就是 阳光那个汤汁那么浓稠的 是没有那么多 它这个奶茶我觉得蛮好喝的 就是茶跟奶的比例刚刚好 而且奶不是那种奶精的味道 像之前喝蒜鹅番薯的话 便宜是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奶粉的 那种奶精的那种味道 然后它这里面的珍珠也很Q弹 果然是经典款无雷 而且700毫升只要8块8欧 以前菜宝他家酒人楼下开 会比较宽的吃起来 买加沙发面也是菜宝都还可以 所以已经除了刚开了罗森 马上也要开711了 就在这个星泰商务酒店对面 这个店的店名好有意思 也是一家清店 好像是猪杂粉 好味道啊 刚好路过现炸图的芋头笔 买了一盒 就放放纯粹 大小跟那天那个 雇本钱的差不多大小 现场试吃一下 它这个 它这个饼不知道是什么 用现炸的原因 比那个雇本钱 早在来会有没有 脆很多 芋泥 芋泥我觉得更好吃 蛤 也更好吃 嗯 不过 这样蛮有名的又不是 这家K歌加梦竹 149块11小时 看着还可以啊 边唱歌边洗脚 一种 有的一种 该不会也是KTV吧 你不会以为 你知道KTV 你那种工具都唱的 我没有 我就是好像吃我的锅 叫做浅溪布鲁 这家看起来就好像还不错 也是足月的吧 来来看 叫围头阿丁四果冰啊 这家新开的 阿达子芋头蜜薯 阿达子还有买外带的 超一些炸 两份炸牌的老包 老包是炸的 炸料可以选吗 可以选啊 选几样啊 全部都可以选啊 全部都可以选啊 我不用 我不用全部加 我只要加 一调一下 我只能就喜欢吃 我只能就喜欢吃 都试一下啊 对面的家 还可以到家服务 在吃料了 对啊 这么可算 十块钱全部都有 粉不会不会糯了吧 粉不会不会糯了吧 它这个招牌的蜜薯很大一块 而且确实很好吃 超级甜的 然后也很粉糯 但是又不会太软 因为我们选择的是 全部料都加 所以每一种 大概只有一到两个 这个阿达子吧 这个阿达子吧 嗯 是不是有海Q的 嗯 也不会硬 不是硬的那种 不会硬掉 这个是红色的阿达子 这是有包的阿达子 我有吃那个没包的 它有两种 你没有看鸡啊 我吃了 好吃了 嗯 密锁 你看这种就是 有包的 就是有颜色的吧 绿色的 好像这个是跟老菜 喜花豆一样的那种 黑糖 豆 嗯 不是 这是仙草 黑糖豆 对啦 为什么我没有黑糖豆 嗯 那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黑糖豆 没有黑什么 黑糖豆阿 那些不是吗 这是仙草阿 你有吗 我没有仙草 你有没有黑糖豆 有 我就只要了黑糖豆 有没有 那我怎么觉得我没吃到 可能就一样快吧 这里面是副米的 还挺好吃的 这个仙草也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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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边的这个楼底下 今天突然想吃点陕西凉皮 然后就过来试着一下五殿市对面的这家 吃一个多少钱 这个还挺贵的 十块 看起来没有很辣哦 我们吃凉皮要的中辣了 但是它是不是忘了下那个油泼辣子 一点都不辣 然后凉皮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没有特别的Q 然后它这个里面的料 大概就是只有豆 黄豆芽 还有像那个面筋 嗯 这个还可以 有点点酸 自己加了一点家里的辣椒 加了辣椒之后有味道很多 这个肉夹馍的外皮相当的酥脆层次很多 然后它里面是肥瘦肉兼有的 但其实吃上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瘦肉偏多 然后也是切得很碎 然后非常的入味的 炖得很入味的那种 它这个调味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酱油了 不像我们这边南方 可能煮肉的时候会加一点糖 这种东西最好不要带回来吃 要么是这样一样调味 这个辣椒的地方还蛮大的 有好多座位 好大一杯 有660毫升 它这个基底是葡萄汁加上四季春茶 感觉是蛮清爽的 挺适合夏天的 然后点的是五分糖 然后底下是芋圆跟一些蒟蒻 还有椰果 小料非常多 这个是在阳光夜市买的新疆的囊 这一次尝试了一个葱味的 这个葱味的我觉得还蛮香的 就咸香咸香的那种 所以后面不一定要去香港的 这蛮软一点 好 好吃吗 最近在上一贯燃高手的剧场版 然后万达这边也有一个回忆场 修厚区 香北 那个人是谁 吃的这个干线 修厚区都是修厚区吧 这是五个首发队员嘛 贯燃高手 九五号是不认识的 传承二百年了 炸鸡腿 还脆 茉莉的花蛮香 之前看网上评论说这款很甜 其实并没有 最佳是骨打朝粉乳油的炸串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我会想要你面 要泡掉很甜 吃来这种看 除了炸换也有臭豆腐 惊人的曲串料 我们只是来店本店 很逃爽的要特辣的哦 特辣满满的辣椒哦 真的有巴桑大 昨天你那个都觉得辣了 你那天那个那个很波波鸡 你都觉得辣 给它感觉特辣的 真感 这个泡椒 泡椒牛肉 哇这中间串的也是辣椒哦 确实蛮大 它牛肉是有点太肥肉 这个是那个孜然肉串 是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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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辣吗 有鸡肉 这个是辣吗 是辣吗 都比辣 好吃 辣的嘴巴它就像香肠嘴了 最近偶然发现了一个很好吃的零食 叫牛渣糖香葱饼 其实单独牛渣糖我没有很爱吃 而且我不喜欢里面有加花生 但是加上这个咸香的香葱饼的话 我觉得意外的很不错 这一款应该是可以复购的一款零食 而且就是咸中又带着点甜 又带着很浓的奶味 上次本来要去密封空被买点面包的 但是他们家开店很晚 后来就去来往买了这个拿破仑蛋糕 看着挺厚实的 不过上面的酥皮跟拿破仑还是有点区别的 坦白讲味道还凑合吧 但其实就是普通的蛋糕 因为它里面也没有拿破仑那种cream啊 还有一些这种新鲜水果夹层 包括上面的酥皮也完全不是拿破仑 上面那个外皮感觉就是有点像 没有什么味道的饼干 但是又不脆